眼前的猫居然在做物化 原来它感冒严重 鼻涕都可以吹泡泡 它叫朵朵 让主人非常意外的是 在做物化时 它非常配合 昨天晚上朵朵突然连打十几个喷嚏 这频率高的 主人都以为它要上天了 很快重组发现 朵朵得了严重的感冒 鼻涕像冰溜子似的 第二天 蚕屎官赶紧买来了物化器 不过这是人类用的 开始蚕屎官还担心朵朵会拒绝 但是用一会儿 它就忍不住要打喷嚏 蚕屎官只好先停下 把它鼻子擦干净再使用 看起来真乖啊 原来虫主养了十一只猫 还是祖孙三代 为了让朵朵快点康复 主人得给它多做几次物化 让人欣慰的是它一直很配合 真是太乖了 朵朵又被主人抱来物化 它眼睛闭着 乖乖的一动不动 看起来似乎很享受 都说不恶猫乖巧黏人 一点也没错呀 但虫主也表示 不恶猫颜值虽高 但抵抗力比较弱 除了掉毛还容易生病 朵朵像个小女孩似的 结束后 马上躲进了主人怀里撒娇 女主表示心都被萌化了 让人心疼的是 朵朵感冒太严重了 鼻涕流个不停 蚕屎官只好给它多做几次 没想到它开始拒绝了 你看朵朵的小脚丫子 正推着主人的手臂 太可爱了吧 因为担心其他十只猫被传染 现在朵朵被隔离了 做了好几次物化 它也很懵圈 感冒好了些后 就是偶尔鼻子还在吹泡泡 看得主人哭笑不得 在朵朵康复后 它又可以跟家人一起打闹了 还可以找对象轻轻握握 秀个恩爱 然后跟大家坐纸箱板的小火车 等了好久了 怎么还不开车呢 蚕屎官也算得大户人家 停尸有这么多猫陪着 应该很幸福吧 另外这么多不偶猫可值不少钱 还能逗它们玩耍 女主发现用水杯看猫的脸 这些家伙变得更萌了